欢迎来到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台湾疫情的报道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华人健康网关于台大医院院长 昨天在脸书上发了一篇post 他就在他的post里面就说 台大医院现在非常紧急 不能让一线医护手空拳淡尽粮绝 这可以让你感受到台大医院 因为他在万华区色情茶室疫情爆发点不远的地方 所以他有不断的 台北疫情爆发以来 不断的就会有很多重症患者被救护车送到台大医院 整个医护人员现在已经是疲惫不堪 也有很多患者 在送到医院之后呢 也必须要上呼吸机 情况都非常危急 然后整个医院的消毒的能力也不够 现在已经收治了一百多名确诊患者 二十多名是重症 这个吴院长他在脸书上面 首先写了一个英文标题 就是Hospitals need help 然后就发了一通感慨 我们可以看到他说 有院第一线加护病房 医护发出呐喊 本院也不也不愿意多让 即使跟消防局说 本院已经超量无法再收 但是还是很多 需要重症患者被送过来 他们把小儿的ICU也改成收成了 他在这个文章里面呢 还引用了一个拿破仑 很有名的一句话 他的英文是 an army marches on its stomach 就是说部队要靠 部队前进要靠他的胃 然后他翻译成是 君无良则善 最后他说医院非常紧急 不能让第一线 医护赤手空拳 弹尽粮绝 这个是无疑是在求救 我们也非常希望台湾各界 台湾政府能够在这个时候 给台大医院一个强有力的援助 让医护人员能够 再有充分的这个 PPE和其他的这个呼吸机 等设备的情况下来 救治新冠确诊患者 然后呢 现在台湾的这个疫情呢 也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 主要就是因为呢 台湾有一些很重要的半导体制造商 比如台积电等 他们如果他们的生产 如果受到这个新冠疫情爆发的影响 那么对很多上市公司都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现在大家知道半导体缺货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如果这个台湾的疫情 让这个台湾的一些半导体制造商 停工停产的话呢 那么半导体缺货的现象将进一步加剧 所以今天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呢 美国商务部长 前 罗德岛州州长 雷蒙多女士就表示了 他是非常支持 政府投资 在美国新建 半导体制造工厂 让半导体制造业重新回到美国 这样就可以不依靠其他国家和地区 来为美国的公司来制造半导体 成为现在很多美国汽车厂 汽车商 因为半导体供给不足 很多汽车制造厂都不得不停工 引起这个非常 对美国经济也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我们近期 大家如果投资 半导体和及其相关产业的话 可能要关注一下台湾的疫情 然后还有台湾现在也 电力供给 也存在一点问题 都会对这个台积电和其他半导体制造商 有不利的影响 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 台湾的新冠疫情的爆发 希望能够在各方的努力下 尽快得到控制 好了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欢迎订阅投资生活日记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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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